好 今天台股站上基线 没有关系 让它在基线上下 我们也许再震荡一下 但是第四季 我们过去常常发现 股票市场是真的会发动的 而且第四季外资也容易来买股票 这什么道理呢 就要来请教我们的黄金右下角 前几集讲集团 大家真的兴致盎然 因为真的集团自己做自己 挺开心的 但我们都不敢奢望 外资什么时候要回来 第四季会回来吗 它悄悄地回来了 因为外资都深信 就是sell in May 五月份卖股票 然后十月份回来买股票 那今天已经是九月的 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下礼拜我们就进入十月了 对 所以他们开始要回来买股票了 当然了 其实我认为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就是联准会这一次 意料之外的降息两码 甚至在会后的一个说明当中 也明确的暗示 还有两码的空间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接下来可能美元只是会相对弱势 那么这个非美元的货币 包括像新台币就有机会相对强势 那外资如果说看好 接下来新台币的升值 那很可能他就会先进来做卡位 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最近 我们看到外资积极回过头来去买超台北股市的一个部分 好集团股 这边先把奖状讲一下 上次有讲集团股的事迹 真的就谈了不少 对 因为看起来这种集团股它比较不会受到就是外在环境的一个波动 那么它就会缓步的往它的目标去做迈进 OK 所以目前看起来外资开始去做一些回补 那么在回补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不乏一些所谓的集团股 包括像是台积电 鸿海等等的这些的一个标的 甚至包括像是联电 长龙 或者远东统一等等 都有看到这波这个外资去做回头买超的一个动向 OK 好 那么讲到第四季 大家其实对第四季说真的都还蛮期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十年以来 第四季全球市场的表现 我们就直接先看台湾加权指数的部分 第四季的平均涨不是高达百分之4.86 那所以如果说以两万点的这个台湾股市来看 4.86算是蛮还蛮大的一个range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去做个期待 那所以呢现在呢 现在似乎还在这个所谓第四季之前的一个热身 所以外资开始去做了一些卡位的动作 好 卡位在哪里 卡位在哪里非常好 有图有真相 数字来说话 这个是从9月29号到9月24号就到今天为止 919到924 对 我们看到再是这个外资 它在回补台北股市的一个积极度 那在这几天四天当中可以观察到 外资总共回补台股730.3亿亿 算是买超的非常非常的积极 你平均一天大概都有150到180亿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买超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其实外资之外 其实像这个投信也是站在买方的 OK 所以甚至连这个自营商在这边都站在买方 所以在最近这四天可以观察到三大法人都同步站在买方 所以我们对于第四季的一个航行 大概就跟刚刚的明案经理看法是差不多的 就是虽然说建议大家不要做追高 但是我们心态上还是相对比较偏多方去做思维 是 好 这个是外资的一个近期买超的金额 好 心态可以稍微省胜偏多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我们赶快就来看一下刚所提到的说 接下来可能外资会不会持续在做买超 那么左边这个是美元指数的部分 那虽然说美元指数 近期没有说在持续的一个走低 但是我们认为说从他这样子的一个下这个所谓走势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说现在他似乎还没有正式要出现反转的一个讯号 那么右边这张是这个汇率 就是美元跟新台币的汇率 也同样可以观察到这一波拉回事上 虽然说新台币有一些出现这种所谓的一个指声回扁的力道 但是看起来他连前一波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波段的下跌的二分之一 都没有看到 所以预期他在第四季 基本上他在整个的一个汇率上 应该都还有升值的一个机会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展望来看的话 我们帮大家来做一下选股 选什么呢 就是选外资连续买超三天以上的 而且买超张需要大于2000张 就是要不仅买而且要买得够积极 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外资这时候能够买超 但是同时看到融资有出现减少 这就代表了他的一个筹码 是从这个所谓一般散户的手中换到法人手中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筹码结构 如果刚刚好又是在整个这个所谓股价的右下角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选到标股 好一不小心选到标股 一不小心就选到标股 就像今天一不小心站上际线 对OK好 那我们对各位帮大家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个股是符合刚刚就是外资买超 但是融资在减少的标的 好容易一不小心的股票 对那真的还蛮不小心的 外资今天就涨零板 今天开盘三雄气势之强 对当然他有一些他的一些所谓消息面的一个题材跟价值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筹码面没有ready 这些消息面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反映的这么样的一个完全 对因为货归三雄之前对不对 已经传过很多利多或什么的嘛 对OK好 那除了这个望海之外今天草龙也蛮有表现的 那草龙也是有表现 那么其他的个股 基本上有非常多的个股 事实上我个人观察到 例如说像华欣 例如说像红准 他们其实都在这个右下角的位置 甚至包括像康书跟仁宝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最近的外资是连续性的一个买超 而且买超的张数基本上都不少 大概都是两千张以上 甚至都有超过上万张以上的一个买超张数 那么这些个股里面还不乏有一些是属于外资 他中长期做持有的一个个股 是 例如说外资持股比例在三成以上或两成以上 包括像是长隆行 万海 长隆 OK 这些都是属于外资 这个持股比例比较高的一些个股 一旦他外资开始回头去做买超 基本上这些个股都会是外资优先去做回补的一个方向 那么再来这一栏是属于最近二十天融资余额增减的部分 我们特别去帮大家把一些融资这个筹码已经清洗掉了这些个股挑出来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涨率比较多的都是属于融资怎么样 减少的张数比较多的这些个股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会持续做观察 帮大家去做追踪 就是到底还有哪一些的个股 他在最近当大盘晚上做反弹 市场上面还在这种所谓的一个多空看法分歧的时候 哪一些个股融资这边减少比较多的 会帮大家再做进一步的整理 好 OK 那么在这么多的个股当中 当然还是要挑起档个股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首先第一档个股就是2014的一个中红 这也是在属于右下角的一个标的OK 那我们现在看到他的基本面上来讲 就是说其实最近的这个中国 他这边的一个钢厂 他开始进行扩大减产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现在开始 就是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一个供给过剩的 一个所谓的后座力 对他们自己本身经济的一个伤害 所以其实他们暂停新增的钢铁产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会就是针对这个所谓钢铁市场的供需 有望达到加速平衡 那或许第四季呢 他的一个所谓报价就有机会出现 止跌跟这个反弹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外资 事实上呢 从这个9月份开始 就已经连续性的站在这个买方 但是呢 反倒是融资的部分 从在9月份开始 他又更进一步的去进行这个减肥 所以换句话说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所谓的18、19块这个阶段 事实上是这个筹码从这个所谓散户的一个手中 跑到外资手中的一个主体阶段 是 OK 这个是中红 好 而且刚刚看到外资连买的天数很长 是的 OK 好 那么再来呢 这个是2354的一个红准 红家军 这也算是另外一个集团 集团 对 刚刚那是中纲集团 这个是属于红海集团 OK 红海集团这一波其实有点像是轮流往上去做发动 先有台阳再有渐旱 OK 还有之前还有什么乙胜 轮流做发动 是 对 所以我们这边挑一下就是有可能未来 也有接发动 就是2354红准 它现在股价也是在右下角这边 然后均线在那边做纠结 是 那么最近可以传出来就是说 它现在是入选这个苹果桌上型机器人的供应链 是 那因为它过去也曾经做过那个所谓 红海他里面的机器人叫Foxbot 所以未来很有机会是切入所谓AI人型机器人的一个领域 那可以观察到外资也是 在低档的时候 这边是持续去进行布局的动作 那么同时呢 这个融资法在这个地方是持续在做一个减肥的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算说股价 没有说这个大涨特涨 但是我认为说其实在 现在这个所谓的65块钱到55块 这个地方的一个所谓的换手 基本上对他来讲他的一个主体的迹象算是相当明显 是 OK 这个是2354的红准 好 红家军 军险纠结 好 期待他一下 这个也是集团 本身就是集团的母公司 对 加士达 OK 好 很多人也问他 很多人也问他 因为他这个一直在去进行转型 大家都很期待 OK 那最近他最新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动态是什么 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收购案 好 他收购药局是不是 对 所以今天药局股都不错 对 他公开收购了这个所谓诺贝尔 诺贝尔 13.95%的一个股权 那为什么是收购他 因为诺贝尔大家可能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丁丁药局 丁丁药局 这部分呢 大家应该就会就会蛮熟悉的 所以因为他现在一直在做一个所谓的转型 那所以他这次呢 他是董事会通过以每股现金 新台币175块钱公开收购诺贝尔 13.95%的股权 所以今天的这个加士达股价没有大涨 但是诺贝尔的股价是大涨 好 又全要举的大涨 对 与其同欢 对 所以看起来是这个所谓通路 似乎越来越有它的价值存在 OK 那更值得注意是说 加士达他在这个这个月 他在这里有实施库藏股 OK 那预计要买回3.93万张的一个库藏股 那买回的价格 区限在35块钱到45块钱 那么从他上一次实施库藏股的计较来看 基本上他是很快的 就把他的库藏股都全部都买完了 是 那这次他也要去进行这个实施库藏股动作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实施库藏股的时候 大家要稍微留意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 实施库藏股的时候股价会大涨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 就是逢低收啊收啊收啊收 因为如果你要买一档股票 你会希望你越买价格越高吗 当然不希望 当然不希望对不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面 在实施库藏股的这个期间当中 股票股价其实是不太会动的 那这反而是对于这个公司派 在实施库藏股是比较有利的吧 是 对 所以大家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大家不要说太急着去做个追高 那他是实施库藏股的时间 大概要到十月底为止 到十月底为止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 这个观察跟布局 如果说在这一个月当中 他股价有拉回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 大概是在37块钱左右 因为他这次收购的一个 这个库藏股的区间在35块到45块 换句话说呢 如果他接下来股价又往下去做拉回 做修正 靠近35块附近 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买盘就会去做低接 那么同时现在可以观察到 现在的外资 外资其实在这边呢 也开始去做一点点这个 持股回复的动作 再加上融资 融资减的真的蛮多的 是 有点不耐久盘 对 所以可能就是你刚刚所说的 大家都在问 问到后来有点不耐烦 所以决定要把它换掉 对 那这时候呢 可能这个实施库藏股完之后 他的股价 或许他就往上去做走高的机会 好 现在都已经忍耐到公司自己出手了 对不对 是的 好 所以散户朋友们 其实可以对他多一点点的期待 没错 搞不好可以买的比库藏股还便宜 也许啊 好 这边非常谢谢维泰 谢谢赵华